嘴巴先生住在嘴巴世界 嘴巴世界的居民喜欢吃 喜欢喝 喜欢听歌和唱歌 一天嘴巴先生听到一声叹息 一个小老头坐在石头上 您好 嘴巴先生说 我是嘴巴先生 您呢 小老头没有回答 又叹了一声气 说 时间过得真慢 我真难过 您想吃苹果吗 嘴巴先生问 吃苹果的时候 我总是很快乐 我已经不能吃苹果了 小老头伤心地回答 我的牙齿松了 我有办法 嘴巴先生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瓶苹果汁 一看到苹果汁 小老头立刻高兴起来 他和嘴巴先生一边喝苹果汁 一边看美丽的风景 一边看美丽的风景 忽然 忽然 嘴巴先生 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小老头问 昨天我听到小鸟们唱歌 现在我很想念它们的歌声 嘴巴先生说 你想和我一起唱歌吗 小老头问 唱歌的时候 我总是很快乐 我不会唱歌 嘴巴先生伤心地回答 嘴巴世界的居民都会唱歌 但是我不会 我有办法 小老头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只笛子 递给了嘴巴先生 一看到笛子 嘴巴先生立刻高兴起来 嘴巴先生吹笛子 小老头唱歌 他们玩得很开心 甚至忘记了时间 一直到天黑 才各自回家了 我会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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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